做住家老师 让家长在孩子的心目中 也是老师的身份 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教育 就是梅花书院 希望每一个孩子呢 从五岁到十二岁 扎根他的孝道 他的尊师重道 他的人生 这种使命感 所以才以地子规 以三支金 以唐诗 以道德金 金刚金 心金 来成就我们的梅花书院的孩子 如果不懂得教育 那么孩童就会运失了美好的自信 而被不散的实信所影响 进而自干堕落 进一步的社会冲突 源自于人自信与实信的冲突 所以想要放解生命的冲突 在于有好的伦理 道德 因果的教育 史华新华会的成长 高雄超文博老 关注国际动画节 期望能够活络国内外 动画艺术的交流和成长 以独特的皮材 细腻精准的画面和配乐 加之出一段段华美 并幽暗的感官刺激 关注国际动画节 由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动画学系筹备办理 今年迈入第七届 透过国际公开针见的过程 不仅成功将影展推广到世界舞台 更成为全球各地优秀动画艺术家 与导演 关注的重点影展 台北当代艺术馆也在2013年 加入合作串联计划 透过展览期间的作品播映展示 起步推动国内外的动画创作与影像视野 其中关注动画奖 是动画节精心策划的每届重点项目 吸引来自全球超过千部动画短片报名竞赛 最后选出31件作品 日为一般竞赛主 55件作品日为学生竞赛主 56件作品日为观谋片 影片类型多元 涵盖数位传统